太力颱风来势汹汹南投神木村再度发布强制撤离的命令 不过一次因为沟通有问题出现警民争执的画面 风大雨大台中机场当日国内班机全部停飞 不过还是有旅客没有注意讯息的发布 来到机场却扑了个空 至于云林沿海一带水灵巷的牛挑湾大牌 因为是土田的蹄房 居民堆起了沙包跟太空包来应急 却还是有溃体的危机 相关的报道都在今天6月20号的中台湾民播新闻